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做何解释呢 这是孙国庭书谱的又一个部分 他这句话说的就是说 他说我们说到书法是从一点点的积累 就是一点一化的这样学习 慢慢的积累 逐渐成为了符合我们书法要求的字形 是这么的意思 好的 还有下面一句话叫 曾不傍亏尺读 抚习寸英 他说这句话呢 应该跟后边的连续起来 对 后面还有一句话叫 引班超以为词 缘相及而自满 对 这算是一段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不曾傍亏尺读 抚习寸英 引班超以为词 缘相及而自满 这段话呢 我们首先更正一个字 我写下这个字来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字 大家注意第一个字 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他读成了 曾不傍亏尺读 这个正式的读音呢 准确一点说应该读增 我把这个字写大一点 大家看啊 这个增字 大家知道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一个念增 一个念诚 所以呢 我的主持人呢 读成诚并没有错 但是在这个地方应该念增 这个曾不傍亏尺读啊 这句话的意思呢 如果它翻过来 读成是对的 就是不曾 傍亏尺读 如果这么读的话 念成是对的 如果把布子放到后面 和增字倒置以后 应该读增 这个增字当什么讲呢 它第一讲当奶 我们先说有关的啊 一个当一个奶字讲 一个呢 当怎 叫怎嘛 这么个意思 大家注意看这两个字 孙国庭所说的 曾不傍亏尺读 当怎讲就是合适的 说你怎么没有傍亏尺读 傍亏尺读 尺读是什么 过去汉代到晋朝 这段时间当中的尺读 是每一匹 每一尺 你尺计算 唯一这个信的这个长短 所以叫尺读啊 这个读字呢 也可以这样写 这边是这样 这边一种麦子 也可以写成一个木字旁 这是一个字啊 说你怎么不去傍亏尺读 就是经常的延习 这些个信诈 因为当时的书法作品 还没有什么对联啊 扇面啊 或者什么中堂啊 什么斗方啊 尽管说那时候汪西之九 曾经写过扇子 但是那个扇子 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折扇 那是在一般的 可能是芭蕉扇上 或者荷叶扇上 等个写的那些东西 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扇面 是两个概念 所以那时候书法的形式 还很简单 一般的都是书信往来 我给你写了一封信 我自己写的好 你就收藏起来了 所以那时候的书法作品 常常表现在耻读方面 就是书信 汉扎 都是这一个意思 所以你孙国庭说呢 你不曾半溃耻读 没有每天守在耻读的旁边 去深入的学习 深入的去查看 那么辅息寸音呢 辅息寸音 就是低下头来 去认真地学习这个书法 这个寸音呢 是时间了 大家知道 平常所说的是 一寸光音 一寸金 指的这个关系 那么寸音这两个字呢 最早是源出于大雨 治水的那个大雨 圣人 说他呢 这个吸音呢 如寸 就是以寸来计算光音 大雨 这个人是圣人 到了后来呢 这个陶侃 大家知道陶侃是一个学士 非常的有名的一个学者 他说大雨是圣人 他吸音呢 以寸 我们是凡夫苏子 我们如果吸音的时候 再一寸就不够用的了 我们应该以分 以分来这个计算光音 就是更小一点的单位 来计算光音 就更加吸食 所以呢 因为后来有一句话呢 叫做这个鱼寸掏风 这句话的意思就说 大雨啊 吸食为寸 陶侃吸食为风 鱼寸掏风 这里所说的寸音的最早的典故 就来自于大雨 这个人 他所说的就是 你怎么不半溃尺度 好学书法 辅息寸音 把时间拿来 慢慢的积累学习 你却引班超乙为词 原相机而滋马 这个班超相机这两个人呢 大家看一下 班超和相机这两个人 相机是谁呢 我们先写下来 相机就是相羽 楚八方相羽 这个班超呢 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 就是头笔从容 他开始学文 后来气笔 把笔扔掉之后 参军为国报效 去征战于江场 那么这后来立了大功 所以班超呢 后来气这个头笔从容 就气文从武了 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孙国庭说呢 你如果不好好学习 你把班超拿来 作为一个借口 你说班超不就不学文了吗 不学写字 不念书了吗 不也照样立大功吗 实际上这是个个案 更多的人应该去好好学习 学文 那么相羽这个人呢 非常的高傲 应该说他在战略方面 军事方面确实有天才 但是这个人 在文的方面上 在另外的很多方面 都有些不足 其中呢 这个人是个没文化的人 他所讲的就是说 这个写字有什么用 淡积姓名而已 他说这句话 淡积姓名而已 只要会写自己名字就可以了 对了 淡积姓名而已 会写自己名字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两个人呢 一个是本来学文的 后来投笔从容了 参军了 那么另一个呢 本来就不学习 所以孙国听了意思 这些都是个别的现象 你把这些东西拿来之后 作为援引他们这些人 来这个这个 为自己写不好字 或者不好念书 不好写字 去找些借口 这就很不好 很不好 所以我讲这段书 大家一个知道 寸音的这个 这句话的来源 同时呢 知道这个字 应该念曾 另外呢 顺便的说一下 在王羲之的蓝天序里 也有一句 是曾不知老之将至 应该读曾 不应该读曾 曾不知老之将至 就不通 曾整当曾经讲 如果不止在前面 不曾经 还可以解释 如果曾在前面 只能念曾 不能读曾 这是要注意的 下面一句呢 是 任笔为体 俱莫成形 心灰你笑之方 手迷灰韵之理 求其言妙 不依谬哉 这段话大家要知道 孙国听讲的就是说 你在书法上 一定要平心静气 去认真地学习 半溃耻读 腹息寸音 不要引班朝以为词 冤相机而自满 更不要呢 你去啊 寂寞称行 这个寂寞称行呢 信笔为体这个东西啊 任笔为体 这是很不好的 就是现在有些人 我们结合现实看啊 有很多的年轻人 就是说 他受这个创新思潮的干扰 他天天让你啊 去创新 有些人就是 他说你只要写的像前人 像古人 他说你不好 你没有个性 实际上这是很长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却有很多的人 就被这个展览啊 或者一些评委 逼得没有办法 你好连帖不心 你就得自己 坐在屋里瞎鬼 闭门造居啊 就这样的 所以就任笔为体 拒摸成心 任笔为体 自己想个什么模样 就是个什么模样 于是就是反来覆去的 这么搞自己这套东西 还有一个问题呢 非常的这个糟糕 就是自己淘汰自己 自己本来写的像个样子 可是呢 各段时间说了 我这还不算新 我得把我前面那段时间 否定 我再重新 另外创一个新高 另外再搞我自己的新的套东西 然后又过几年 又淘汰这几年的东西 自己又再创新 于是呢 有人画了个漫画 就说 创新狗追击 这创新狗追击什么意思呢 所以狗身上 穿着一件衣服 上面写着创新俩字 这创新狗追着击 因为创新狗待不住 它就追着击 追着击 披不不乱跑 一会跳到鸡窝上 一会跳到房上 一会跳到柴户座上 就是创新狗追击 它一种不安定 一种躁动 所以我们说呢 创新在目前说 在高科技方面来讲 应该是强调的 高科技经济 乃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从这角度来说 国家领导的体制 完全正确 但是你在艺术方面 你总是今天否定 昨天 明天否定今天 这样总是 今世而作非 弄得你自己 每天不得安逸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错误的一个口号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孙国庭在很早以前就发现 就是你必须认真的 静下来读书 写字 不能安静就不行 我们看一看 孙国庭 他这个 对自己的介绍 咱们学习书法 你看 在前面 我们这个没有讲 我们现在引证两句 他说自己在学习书法的时候 他说 我治学之年 流心汗墨 为中章之渔猎 以西线之千规 这个几率专精 十余二计 有关入目之术 无见临时之志 看他这段话 我们把其中 两句比较重要的话 把它写下来 让大家看一看 他说自己啊 极律专精 极律专精 十余二计 有关入目之术 不见临时之志 随便写 大家看这两句话 他说自己啊 从十五岁 治学之年 孔子说 十五治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顺 七十从心所欲 所讲的这个十五治学 就是指的十五岁 他说治学之年 从十五岁以后 那么他就 极律专精 十余二计 从十五岁以后 极律专精 就非常认真的 非常刻苦的 伦经汗墨 这样的话 时间超过了二计 二计是多少呢 一计是十二年 二计是二十四年 所以我们现在 考证孙国厅 死的时间 在四十岁以后 也是根据 书谱上讲的 这是其中的 一个依据 因为十余二计的话 前面说 治学之年 十五岁 那么在十余二计 应该是四十岁以后 时间 时间是这样计算的 这是其中的 一个考证的理由 当然还有很多的东西 关于孙国厅的生平考据 他的好友 陈子昂 也曾经有很多的论述 给他写的碑文等等 关于这些东西 我们不多去讲 因为这是考证学的东西 尽管书法 也需要在考证 但我们面对 一些个青年朋友们 现在重点谈 书法 更具体的一些内容问题 你看他说 极律专精 十余二计 有乖入木之术 无见临迟之至 这是说什么 因为入木之术 是指的汪熙之 和汪县之 这两个人 传说有两个不同 一个说是 汪熙之写了字之后 在木板写了字 然后把木头去掉了 这个三分 或者是七分 去掉之后 仍然这字 还在木门里边 伸扎下去了 那这就是一种 传说而已 还有说呢 是汪县之 到一位朋友家去 在桌子上 站着水 桌子有水啊 站着水 写了几个字 等他走之后 人们在这个 在桌面上 想把这桌擦干净了 结果这个水呢 一直渗 这个手指写过的字 横了 一直渗到木头里去 然后 这个 把木头 爆去之后 有的说 爆去三分 有的说 爆去七分的 怎么说都有 说入木三分也好 入木七分也好 这就指的 那个入木之术 虽然是传说 就说下笔要有力量 要成熊 那么他说 我虽然赶不上 千人这种 入木之术 没达到这种 入木的能力 但是我无见 临时之至 那就算 二十四年 二十四多年的 事件当中 我却不间断的临时 从来没有说 间断过 因这种 学习精神 孙国庭 当然是 一个表率 那么 孙国庭 这种 学书法的 这种意志 和这种态度 应该是 我们现在 年轻人的榜样 所以 我们所说的 他讲的 不要饮班朝 以为词 冤相继而自满 不要任笔为体 巨莫称心 然后他说 新婚拟孝之方 手迷 灰韵之礼 秋其言妙 不以 谬哉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啊 如果去不好好 灵贴 不好学前人 你只是 随随便便 自己一写 你用这种方法 去练习 书法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心昏 以孝之方 你对于 如何灵贴的 这个方法 你不掌握 你心里 昏昏然的 那么你肯定 学不到好东西 手迷 灰韵之礼 因为你不去 灵贴 你写字 都是盲目的 你写多少年 没有用 有人说 我写了五十年字 你不曾经灵贴 不曾经好好学习 写多少年 没有意义 它不是以数量 充质量的东西 所以说 必须得 嘎嘎式的灵贴 只有这样 你才 这个像孙国庭讲的 你不能入到 一个误区里去 如果心昏 你修之方 就是一个误区 然后 紧接下来的结果 它的因果关系 就是手迷 灰运 灰运之礼 因为到这个程度 你完全不懂的 你还想求其 把字写咱们美 求其颜妙 不以谬哉 这不是荒谬的吗 所以孙国庭讲这段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希望我们青年朋友们 在学习书法的时候 一定要定下心神 要有定力 要耐得住寂寞 学习孙国庭 这种级律专精 十余二级 其实孙国庭 如果活到八十岁 九十岁 他一定仍然是坚持到底 那么孙国庭的 不管从文采方面 在书论方面 还是在书法作品的方面 一定是用历史 留下更多可贵的资料 今天我们对孙国庭书谱 暂时讲解到这里 最近有些个朋友们 在网上发了一些帖子 提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在世间允许的情况之下 一一做答复 但是有些内容 是因为在我的书籍上 都讲过的东西 也希望朋友们 看书以后 发现有什么问题 咱们再谈 不然有些个问题 就是和书上谈的问题 就都重复了 这点和网友们 务必交代清楚 再有一点就是 有些网友提出来一些个字 就是有些字写不好 和我呢共同探讨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 也向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讲授的 都是一些个常用字 常用字呢 一个是 古人在这些字的字力上 贡献比较多 再有呢 就是说 常用字注入的法则也最多 因此讲这些常用字呢 就会给我们在学习书法方面 带着很多的便利条件 但是有些朋友们提出来一些 生辟的字 或者不经常用的这些字 因此呢 古人呢 在这方面留下的字迹很少 一旦由我来讲解的时候 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因为只能靠着我自己的感觉 和个人的水平 来向大家来这个交流的话 有的时候就是 我一家之鉴 或者一个人的一种写法 这些东西呢 就只能仅供参考 或者说呢 尽量的不写这些生辟的字 但是有些网友已经提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写一些这方面的字 但是呢 我们确实查阅资料当中 千人对这些字力贡献比较少 因此呢 我们适着和朋友们 用这种商榷的态度 来研究这些字力 比如说 有的朋友提到一个绝字 绝井的绝 临可而绝井 提手一个趋字 这个字 就经常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使用的时候 比较少 所以呢 一般的来说 在我准备的字力当中 不准备这样的字 但是有网友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尽量的满足一下 但是说清楚 这些字在写法上 出了什么问题 只能说我个人水平问题 因为我介绍其他的一些 个常用字的时候 是依据前人 悲帖当中一些的写法 介绍给大家 我只起个巧两作用 如果这些生辟字 前人贡献比较少 那么只能根据我个人的水平 向大家介绍 难免有一些个不当之处 请大家多加批评 网友提出来几个字 其中有增添的天字 有美丽的栗字 还有绝景的绝字等等 还有一个舟字 这个舟字就是四海五舟的舟 对这些字呢 我们尽量的满足 今天呢 先给大家讲一个天字 天就是增天的天 我们先用楷书来 写一下这个字的基本写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偏见的 天字的基本写法 应该说是规范的写法 这个天字呢 三天手里的写法 已经我介绍过多少次了 右边呢 单念念个田 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字 田 这个单写这个田字吧 我们再详细地说一下 上面这个皮儿啊 可以写成一横 也就是说上面本来是个腰字 但是呢 这些写的天字 也不影响任督 所以在前辈书家的 这个悲帖当中呢 经常写成一个天字 是这样写 这是要向大家说明的一个 可以写成一个天字 因为它不影响任督 就不必要非得写成一个腰字 当然写成一个腰字 就更规范一些 岂不更好吗 但是直接写个天字 前人也不少见 还有一种写法呢 就是 见前人写的时候呢 直接下边写个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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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上面写的这个字 下边就是个心字 等树是写的 等树心写的 所以呢 下边基本就是个心字 所以有的前人呢 就直接这样写 但这样写的话呢 从文字学角度来说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其实给我们感觉了 这样写这个字形不美 什么原因呢 大家看这块很空 这个地方很空散 原因是什么呢 就这两个字形搁在一起啊 它不美 即使你把上面再写 宽放一点 心字再往里藏 总觉得 委屈的一个方面 因为天字必须要放出来 那么这个心字呢 也必须要 写宽放一点 所以这两个都宽放 加在一起 就觉得并不舒服 比如这样写 你还要怎么写呢 这种心呢 在里很拥挤 所以这样写 并不太美观 因此呢 前人大部分 是我写的第一种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呢 这个下边的这一部分 大家看一下 就树是写的 这个树心 写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一笔啊 靠左一点 它没取正中 靠左一点 然后在这 取一勾 左点一点 因为右边是两点 让出了部位 所以这个树笔啊 是基本靠左的 如果取中之后 右边这两个点 都太拥挤了 就没有地步 是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下边呢 等于四个 间距 也似乎感觉拥挤一点 因此呢 又见到 这个明清一些的书法家呢 曾经用这种办法写 就是直接把这个点啊 点在了 竖笔的中间 注意 这笔写中 很取中 然后左边一点 中间一点 右边一点 我提倡这样写 尽管千辈书家当中 一些非常有名的大家 不经常见这样写 但是我偶然见到 一些个书法家 这样写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字型 比较美 比较稳定 看起来也比较精俏 所以呢 我觉得这样写比较好 于是呢 我们就把这个字呢 再加上三点水 完整地写成一个天字 给大家看 我觉得这样写 比较好看 像那个网友朋友们 推荐这种写法 这是楷书的天字 那么形书的天字呢 大家再看看 他的写法 大体上啊 和楷书基本相同 但是呢 有比义上 有这个在用比 或者是这个处理这个 方比 远比方面 有很大的区别 大家看一下 行书的写法 注意看 下边 一个树心 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字 就一树一边 一点 这个小字 这样写 大部分 古碑帖 都是这样写 说再点两点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由于新书呢 要一定有一个速度问题 所以写起来的时候 大家看呢 这个字呢 他就省略了一笔 或者这样写 也可以 他不想认读的情况之下 不影响 所以他就写成了一个一树 一边一点 这样写 至于上面写个片 还写个横 这都无所谓 还有的呢 就直接写成这样 上面这个 实际上是个腰字 当天字来写 所以写的时候呢 就直接这样顺连两横 然后 片那 再加书笔 所以这样写的话呢 天字的基本写法 在古碑帖当中 就是如此 也有点两个点的 点两个点的 但是这样显得笨重一点 显得稍稍笨重一点 虽然这样写 比较规范 但是在行书当中 不以规范为主 能够认读 以这个条件为基础 能够看得清楚 认得准 就可以了 所以少点一个点 并不影响认读 这是新书的一种写法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字草书的写法 这个草书写法 三点水不要说了 右边这个帖子 我在前面讲 孙国庭书谱 和介绍启公先生的时候 都谈到这个帖子 他的基本写法 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上面这首天字的写法 注意 天字的写法 这个天字写法 要注意一点什么呢 就是不要直接的这样 轻率的一拐 尽量不去这样写 所以这样写 有没有 有 千辈书家们在快速书写的时候 也难免有一些个草率的写法 而我们现在在这里向大家介绍 每日一字 不管楷书 新书 草书 尽量的是把规范的这种写法 介绍给大家 在你适用起来的时候 有可能也草率起来 那是另外一个事情 但是你学习的时候 你必须学得尽量规范一点 规范了 你再将来发挥 那是另外一个事 从来不懂的规范 你上下来就龙黑凤雾 这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天字呢 大家注意 应该慢写是这样的 这是一横 然后这笔冲起 在里边插进来 不是这样一个 两个转折就过来 就是不是这样的 是一横 注意看 就往里边起 这个一笔是在里边起来 还有的书家 非常注意的时候呢 像这一横就直接冲起一笔 就在这个地方呢 冲起了一笔 也就是这样 你看到好像连了一块 甚至冲起了一笔 一表示呢 这个天字呢 中间的一个竖笔 但是这样写呢 是规范的 但是在实验起来的时候 可能你笔笔笔不住 杀不住这个笔 因此就连续下来 也不算是个问题 但是我们说最讲究 还应该是 我前面讲的是第一种 写草书也应该是有交代的 交代的越清楚 说明你的功力越深 再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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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先慢一点 再先慢一点 这就是这个天字的草书写法 有关天字的凯兴草散路写法 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这就是这个天字的凯兴草散路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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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个天字的凯兴草散路写法